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的新剧烂到家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明星们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引发无数的热议 尤其是一线女演员街拍一部 超烂的戏剧 更是让人们的好奇心像火箭一样窜生 近日有关一位知名编剧 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这样一则消息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猜测这位女演员究竟是谁 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 这位编剧在与一位女演员聊天时 得知她接了一部她认为质量不佳的戏剧 顿时感到震惊 编剧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屑 仿佛这部剧的剧本 就像是个过期的牛奶 令人作呕 然而 这位女演员却满脸笑容的回应 可以充奖啊 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炸弹 瞬间引爆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大家纷纷开始猜测 这位女演员的身份 在这场 戏的背后 大家的猜测 纷纷指向了杨子 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演员 杨子的演技和挑剧本的能力 可不是盖的 她曾在多部热播剧中展现出色的表演 深受观众喜爱 可问题来了 杨子怎么可能接这种烂剧呢 这就像是让一位大厨去做快餐 简直是对她才华的极大浪费 而编剧在提到这部剧时 似乎也带着一丝讽刺 仿佛在说 你们看 这就是我眼中的烂剧 然而 这样的言论却让人觉得有些不妥 毕竟每位演员都有自己的选择 接戏的原因也许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或许 这位女演员在接下这部剧时 考虑到了个人职业发展的多重因素 或许是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 或许是为了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甚至可能是为了某个心中未尽的梦想 在娱乐圈 演员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和选择 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在荧幕上光鲜亮丽的明星 背后却是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努力 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他们在选择剧本时 可能会考虑到市场的反响 观众的期待 甚至是个人的职业规划 就像是一场大海捞针的游戏 谁能保证每一部戏都是金光闪闪的呢 而在这场风波中 杨子的名字被频频提起 仿佛他成了众矢之地 其实 作为一名演员 杰西的选择是他的权力 外界的评价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这部剧的理解与认同 或许他看到了这部剧中某个角色的闪光点 或许他认为 这部剧能够给他带来新的挑战 甚至是新的成长机会 我们作为观众 或许应该多一些理解与包容 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网络上流行的词汇和短语层出不穷 大家都喜欢用一些夸张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比如 有人会说 这部剧简直是个笑话 又或者 这演员的选择让我大跌眼镜 其实 这些话语背后 往往隐藏着我们对演员的期待和对剧本的失望 可我们是否想过 演员们在选择剧本时 是否也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他们在荧幕前的光鲜亮丽 背后又有多少心酸与无奈 在这场关于剧本质量的争论中 编剧的言论无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认为 编剧的自信和对作品的坚持是值得赞赏的 但也有人觉得 它的言论有些过于尖锐 甚至带着一丝个人情绪 毕竟 作为编剧 它的审美和标准并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 每一部剧的好与坏 往往是由市场和观众的反响来决定的 而不是某个编剧的主观一段 在这场风波的最后 大家的猜测终于有了结果 这部剧的剧本质量确实不高 但杨子的选择背后 或许有他自己的考量 或许他认为 这部剧能够给他带来新的挑战 或者是为了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甚至可能是为了某个心中未尽的梦想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 在这场关于剧本质量的争论中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 或许这位女演员的选择 并不是单纯的对剧本质量的妥协 而是她对演艺事业的另一种探索 作为观众 我们可以对她的选择表示理解与支持 而不是一味地去批评 毕竟 娱乐圈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一次新的尝试 而每一次尝试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么 面对这样的事件 分享你们的观点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这个娱乐圈的一部分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努力的演员 杨子新剧男主争破头 刘雨宁与的她互不相让 杨子长相思波弊 国色芳华杀青 生命术延期 或接家业搭档魏大勋 刘雨宁也积极争取 双强争霸 谁能成为杨子搭档引关注 杨子搭档谈剑刺 张婉义 邓维主演的长相思 第二季日前下档 与李仙二搭合作的国色芳华 也已杀青 原本计划开拍的新剧《生命术》 现在确定制作延期 传出她极有可能接下另一部大女主经商剧《家业》 搭档以我的人间烟火爆红的魏大勋 据悉 以一念观山人气狂飙的刘雨宁 也在与魏大勋竞争 就看到时谁能出现与杨子谈情说爱了 原本即将展开拍摄的《生命术》 因为工程浩大筹备不及 最快也要到明年才会开机 杨子下半年当期因此空了出来 正好预计10月中旬开拍的《家业》找上门来 又是女性创业的励志题材 因此接拍的可能性极大 据悉 家业曾接洽过吴锦炎、宋倩等女星 但在得知杨子有档期后 转而锁定杨子 双方积极协商当中 家业以至末业为切入点 融合窄斗、经商、工艺传承等元素 描述明朝时期末业巨匠之女 在经历家族巨变后 为了恢复家业 走上了至末之路 并且凭借着自身才能和努力 与男主携手推动灰墨灰传世的精彩故事 杨子刚刚完成以牡丹培育为主题的大女主剧《国色芳华》 如参演家业 在角色诠释上应会更加从容 至于搭档的男主人选也在多方考量中 目前已在《我的人间烟火》中演活霸总梦艳辰一脚爆红的魏大勋呼声最高 不过 传出刘雨宁也在积极争取 因他在拍完与赵露丝合作的《朱连玉幕》后 本来接着要与田锡威一起进组《风月不相关》 但《风月不相关》卡在资金问题暂时搁浅 他荡漆空了出来 改而争取家业的演出 在《家业》中 男主人设有勇有谋 是个励志重振家业的罗墨传承者 自带高冷气质的魏大勋 演技风格非常契合 曾在一念观山 成功扮演形式果断的六道堂堂主宁远周一脚的刘雨宁 也被认为很贴近家业的角色 双强争霸 最后谁能成为杨子的男人 有待官宣公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